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几本 就是由Osborne她所出的活动书 但是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贴纸书 那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可以重复使用的贴纸书 那有些贴纸书是很大本 有像那个Melissa Doe她有一个很大的 可是很大就是坏处就是带不出门 因为实在是太大了 那这本的尺寸呢 大概我拿一个水壶好了 它跟水壶还大一点点 但是差不多比letter size还要小一点 所以呢小朋友的背包是很容易放进去的 如果你出门的时候需要带一个活动书的话 就可以带在身上 那这一系列呢除了这个Fairies, Mermaids, Princesses, Pixies, Christmas 以外呢还有Unicorn, Pony,还有几本 大概有七到十本左右 那我手边有这几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它画风呢就是很可爱的 比较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日本风格 但是它的这个配色呢又很 又很这个碎花很可爱 那所谓的可以重复贴就是它其实有情景在里头 它就是很滑很滑的这种界面 然后里面像这个里面的目录都做得很可爱 有很多小仙子的感觉 然后呢像这本是Fairies 所以有不同的Fairies的名称 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小故事 Laura the Fairy, Willow, Breeze等等 然后呢它有很多前面一些东西在里头 你可以当作故事书来黏 然后呢还有彩虹的 这里面很多还有一些黏在一起 但是不是坏掉 它只是因为重复黏天的那个界面就是需要这样子 我不要把它拆开 然后呢最后贴纸的地方就有这些 那贴纸的部分呢 其实它可以 就可以撕下来的 只有这丝的线 你可以把它拆下来 然后上面写说第几页到几页 所以比较好找 所以呢你也可以就是拆一下 然后结束 那你今天就可能说我们这个贴完了 然后他想要再贴下一个的话 你再撕也可以 不用全部拆开 那大致上呢 就是一个小又精致的一个贴纸书 然后有情节在里头 这本很可爱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像是封底的样子 那这是Mermaid 所以有很多美人鱼 还有海底一些跟美人鱼的朋友 这样子 现在不想把它太用力撕开 这里 所以呢 它有 这些 然后还有海底的精灵啊 这些短话故事的一些主题 Pixies 就很像那个 Peter Pan的那个 一个小仙女 所以有很多 如果他刚好喜欢Tinkerbell的话 就很适合 公主 这里 有不一样的国家哦 这里有不同国家的服饰 比如说Russian Princess 还有日本的公主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同国家的公主等等 所以 还有 所以不同的服饰 在野餐 晚礼服 冬天的服饰等等 那这本就是Christmas了 Christmas有200张 里头 有 这些 market 还有 装饰术啊 去芭蕾舞 表演 然后Build a snowman 等等 所以这一本呢 也是非常适合 这个季节的 那我想起来 这一系列还有一个叫做 Snow Princess 还是Snow菲如 现在想不起来 但是呢 就有很多本 欢迎你可以上网购买 这一系列跟大家分享 谢谢